921选举民进党一口气就拿下了13席的县市首长 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也是史上最大的一起胜利 比1997还要赢更多 现在就引发了讨论说 好 这样赢 到了2016就有这个钟摆效应 我们知道钟摆效应当年赵绍康提出来 就提到说这个赢 台湾人会觉得不然会保障你 所以下次就换他赢了 真的会这样子吗 譬如说当年阿扁 他这个市场满意度全国最高 可是他还是输了台北市长 就败给了这个马英九 当年很俊帅的马英九就败了 好了 那这样败了以后 反而阿扁赢得了总统大选 可是你不要看这个 譬如说1997年 当时是从地方包围中央 结果2000年就赢得大选 所以从地方开始去赢回台湾 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钟摆效应有可能吗 还是其实是骨牌效应 从现在呢 这个开始把地方先引起来 接着一路的推推推推推推 推到2016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带着昔日两代主席 三大巨头 选后90度鞠躬 虽然民进党一口气 夺下是三席县市长 但看看不止蔡英文 语气凝重 苏贞昌跟谢长廷 表情也都超严肃 因为大声后的隐忧 恐怕就是钟摆效应 没有什么钟摆效应 如果有钟摆效应应该 民进党在2005年06年 输了地方选举 应该2008要赢回来 下一次国民党也不叫钟摆效应 这一定是他有检讨 一定是民进党有犯了什么错误 我们永远跟台湾人民 站在一起 1998年陈水扁发表落选感言 当时台北市长输给马英九 却激化绿营民众投票总动员 2000年陈水扁成功坐上总统大位 反倒成就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 这是史上唯一一次钟摆效应 难道2016年总统大选 蓝英会因此咸鱼翻身吗 简单的以为 他们只是输给了网军 或者是输给的年轻人 你看这个态度就显然 国民党还没有输够 也就是说钟摆今天还没有摆到底 没有地方行政资源的一方 是很难翻转的 我觉得是骨牌效应的机会 是比较大的 若是国民党还没议会到 败选的关键因素 来自于年轻世代的转变 2016则就会是 国民党全盘倒的骨牌效应 明年1月国民党新主席谁出现 能不能大刀阔斧进行改革 要不然2016年大选 恐怕还是一样难逃 民怨反扑 再来新闻 就是因为战争的 那这类似到了 中国别人 都运动 然后 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